去四國高松快閃四天三夜都可以很多東西玩 馬上看看行程可以怎樣安排 第一天剛到埔可以在高松市中心玩 栗林公園有近400年歷史 裡面的山水庭園都是當年高松繁主修竹出來 這裡每個角落都有不同的景致 所以亦被稱為一捕一景 高松市海邊有個打卡熱點Buburn Alley 它是由舊倉庫改建而成 裡面有多間特色小店和café 環境都頗美 晚上當然要去市中心的雅丁 選一間餐廳試試當地美食 必試的菜式包括骨腐鳥、橄欖牛 還有當地最出名的讚奇烏冬 這間餐廳的咖喱烏冬非常值得嘗 第二天可以去賴戶內海最大島小豆島 來個一日遊 島上有不少影響靚位 例如是真人版魔女紮吉便的拍攝地 橄欖公園 以及景色超美的寒霞溪 來到還一定要適合時間 去這條退潮前後三小時 才會出現的天使之路逛下 拍照 除了小豆島 直島和風島都很受歡迎 大家不妨按自己的喜好安排 玩完一日回到高松碼頭 可以去附近這間商場逛下 地面的手信店有齊四國不同地區的特產 除了食物之外還有好多好有趣的精品 選擇都幾多 四國絕景祖谷大步危都好適合一日遊 當中不可以錯過祖谷萬橋 橋面的空隙非常闊 真是一步一驚心 當然不少得要乘坐觀光船 在溪谷欣賞下兩岸好壯觀的懸崖峭 之後出發到琴萍入住溫泉住宿 琴萍丁櫻花之所大酒店是其中一間不錯的選擇 女性大浴場裏面的露天浴池 更加會放滿一朵朵玫瑰 最後一日登上供奉海上守護神而聞名的金都比羅宮 又本宮望出去的風景真是好美 在參加商店街吃了特色雪糕 是時候出發到機場 琴萍都有巴士直達高松機場 都幾方便的 想看更多行程攻略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